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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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是一隻資源股 如果你想找一些潛力股的話 我覺得這隻均輪能源 其實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一 因為現在炒一個通脹的因素 還有一些資源股的資產配置 第二 其實均輪能源 現在主要做一些燃氣相關業務 是能吃到國策 第三 其實我相信 不單止我 其實大部份的行業 燃氣價格慢慢平穩 對他們的毛利差來說 其實應該會可以慢慢 希望改善 對他們的業績來說 會是一個利好的因素 好了 再加上 潛力能源的股價走勢 整固已經一輪 今天向上突破 突破了整固原的一個阻力位置 現在跟圖去看 有機會向上 首先挑戰8.5元 看看這些之前頂的阻力位 能不能夠破得到 好了 如果挑戰得到 可以試回到9元的水平的位置 向下 就要看平台的低位 你看著挨近7元的水平 最低的話 就是這一天的低位 就是703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太近了 你放在7元的位置 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你想追蹤一下 資源類的水平的話 我覺得就是 坤輪能源 可以去留意